大家好,現在來介紹四拍的SWING 在1,2,3,4都打一下RIDE 看起來是這樣子 1,2,3,4 接下來試著帶第二拍跟第四拍踩下HIGH HAT 1,2,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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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把RIDE跟HIGH HAT整合在一起 1,2,3,4 1,2,3,4 接下來是SWING這個節奏的關鍵 如果只聽到剛剛打的1,2,3,4 其實並沒有SWING的感覺 SWING是一種律動 它的特色在於每拍的後半拍比直的節奏還要晚一點 什麼意思呢?直的節奏念法會是 1,and,2,and,3,and,4,and 我剛剛念出來的八個音節 它們的時間間隔是等句的 現在我要示範SWINGFILL 就是把每個and 也就是後半拍 稍微晚一點點出現 但是1,2,3,4的時間點是不變的 念起來會是這樣 1,and,2,and,3,and,4 至於這個後半拍要延遲多久出現就因人而異 有可能會非常接近等距離的感覺 念起來可能是這樣子 1,and,2,and,3,and,4,and,1,and,2,and,3 也有可能拖得蠻多的 聽起來像是這樣 1,and,2,and,3,and,4,and,1,and,2,and,3,and,4 各種程度延遲出現的後半拍 都可以歸納在SWINGFILL的範圍 但至少在同一個曲子裡面 你的SWINGFILL應該要穩定 不能夠每個小節或者是每拍的後半拍延遲的程度都不一樣 所以一個好的SWINGFILL的節奏 重點是在於讓這個延遲的後半拍聽起來非常的穩定 而且有韻味 每個鼓手的SWINGFILL都不太一樣 需要多加聆聽去揣摩 建議可以先鎖定一些名家的作品 去模仿這種SWINGFILL的感覺 如果覺得非常的困難抓不到感覺 有時候可以用一種方法 就是把每拍三等分 念起來是這樣 1 TTA 2 TTA 3 TTA 4 TTA 把第二個點整略 聽起來會變成 1 TTA 2 TTA 3 TTA 4 TTA 這也是SWINGFILL的一種 但它不是唯一的一種SWINGFILL 所以有時候有人會誤會 以為SWINGFILL是每拍三連音的第一個點跟第三個點 其實這是其中的一種可能 但廣義的說 只要後半拍稍微延遲出現 都符合SWINGFILL的感覺 現在我要在第四拍的後半拍 多加一個RIDE 所以聽起來會是這樣 1 2 3 4 現在試試看 在第三拍的後半拍加一個RIDE 1 2 3 4 現在試試看 在第二拍的後半拍加一個RIDE 在第二拍的後半拍加一個RIDE 現在試試看 在第一拍的後半拍加一個RIDE 大部分的時候 大部分的時候 鼓手會在第二拍的後半拍 跟第四拍的後半拍加一個RIDE 其實只要創造出SWINGFILL 你在哪一個拍的後半拍 多加一個點都是可以的 除了打在RIDE 現在我要示範打在HIGH HAT上面 打在HIGH HAT上面的時候 常見的一個比較不理想的打法是這樣子的 我說的不理想 重點指的是 第二拍跟第四拍的後半拍 是在CLOSE HIGH HAT的情況下打進來的 變成是這樣 ONE的時候是HALF OPEN 1 2 3 4 1 其實這樣的打法 SWINGFILL會比較弱一點點 比較理想的狀況 我會建議是 後半拍也是放開的 聽起來是這樣 練習的時候不妨在HIGH HAT 跟RIDE之間做切換 保持一樣的SWINGFILL 1 2 1 2 3 4 2 2 4 XM 2 5 1 關於怎樣是比較好的 Swim Feel 我認為是整首曲子的前半拍跟後半拍之間所造成的那種推擊感 可以保持一致或者是前後連貫 這樣可以造成比較好的 Swim Feel 即便是鼓手脫離了 Ride 脫離了 Hi-hat 在 Tom Tom 或小鼓上面移位 你所演奏出來的每個點 那些 Rhythm 都符合你的前半拍後半拍 推擠的一貫的感覺 今天先介紹到這邊